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6月17号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大料 这个料是金融时报报道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报道 金融时报6月15日报道 据熟悉内情人士透露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2023年4月对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兰表示 美国试图诱骗中国入侵台湾 但他不会上钩 这个料比较大 因为这个消息来源我认为也比较可靠 首先这个金融时报也是个百年大报 他还是要顾及他的声誉 他不会就报道一个听床师的传闻 那么证明这个消息的来源是比较可靠 另外他这个报料的时间 我觉得更增加了他的可信度 因为这个事情是2023年的4月份 这个冯德兰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习近平讲的话 那么到今年时隔一年才报道 证明他们当时应该有个保密的协议 就说这个消息保密期是一年 现在能报出来证明这个消息是过了一年了 这个保密期过了 所以才报出来 另外我们要看到 这个爆料人不是冯德兰 就是冯德兰身边的人 这种身份他们也不好意思去编这种谎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消息还是比较可靠的 现在网上有很多人也在评论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也来评论评论 这个事情确实挺有意思的 那么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 他推行战狼外交对台湾的政策是越来越起 武统的呼声也是越来越高 甚至制定了武统台湾的倒计时表 那你说他不想武统台湾 这肯定是不可能的 他肯定是非常想武统台湾 而为此呢 他也把这个中国的八大军圈啊 他又重新做了分配 把这个军主呢也打办了 然后呢专门成立了火箭军 他的目的是啥呢 就是好对台湾进行这个导弹洗地嘛 然后呢他又疯狂的扩建海军 这个航母都造了三艘了 那你说他在军备方面花这么大的力气 他难道说没有一个目标吗 对不对 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说 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武统台湾 然后才是跟美国呀 在深海争霸 那个都是长远的目标了 最近的目标呢 就是武统台湾 因为习近平这个人啊 他虽然是个肩扛二百斤 十里三路不换街 但是他自己心中呀 有伟大的理想 他把自己呢 跟这个伟大的帝王想比较 所以你看他上来提出的那个口号呢 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嘛 那么在他那种文化程度的人啊 心里脱的伟大实在是啥呢 就是那个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嘛 就是开疆拓土建立这个文治武功 那么我们从他登记以后 我们可以看啊 他给自己呢 应该是定了这两个目标的 文治这一块 他想全民实现小康 然后还给全民脱贫呢 制定了倒计时表 在某年某时某一刻 全国人民全都脱贫了 都进入小康社会了 对不对 大家现在回头看这个事情 是不是非常可笑呢 但是他对待这件事情啊 可能是认真的 他可能觉得呀 用他的方法呢 也能实现 所以那是他的一个理想 就是文治 要取得一个伟大的成绩 就是全民奔小康 结果呢 这个全部破灭了 你就像我们回过去说啊 毛泽东当年 为什么提出超英改美 那他也是有这个理想呀 他认为中国能在15年时间呢 超过英国赶上美国 如果这个东西一点都不靠谱 他也认为实现不了 他也不会在全国呀 搞那个大链钢铁大跃进 对不对 那些东西他也不会搞的 正是因为他相信能实现 所以他在70的全国8亿人呀 去搞的那个大跃进运动 对不对 那么现在习近平呢 是由我们想想啊 他对待全民奔小康呀 他是认真的 他认为呢 可以实现 然后他身边的一帮人呢 也都骗他 可以实现 所以他才给这个全民奔小康呀 搞了一个倒计师嘛 我们回去看看啊 这个二傻子皇帝啊 他是坚信他能成功的 他如果坚信不成功呀 他也就不喊那个口号了 也不会那样去折腾了 现在回头看 完全是一场闹剧 所以啊 我们看到习近平的时候啊 在某些方面 我们不能把他的这个智商呀 估计的太高 你比方说 这个防控的动弹清零 那么他能那么严格的去做 相当于炼盔花宝典 要自攻呀 他都敢去那样做 因为他坚信 这个动弹清零呢 可以防控住 然后中国呢 将会引来这个先发优势 然后别的国家呢 十年二十年呢 都走不出这个防控的阴影 这是他的想法呀 因为很多专家给他赞他呀 我记得最清楚的 就是有一个专家录视 比如说 我希望这个防控呢 一直搞下去 搞上几十年 他们这些国家呀 连劳动力都没有了 但是中国呢 最早走出这个防控 我们就赢了大大的优势 我们不想赢都不行 对不对 那么这些理论 就是为了迎合他的思想嘛 所以我们看在这些问题的时候啊 还真是要从他的智商入手 要不然的话 这个东西啊 你咋想都想不通 然后作为中国的一个帝王 武功这块是啥呢 就是要在领土上面有所作为嘛 那么我们看一下历史上面啊 这个康熙大帝 收服台湾呢 就是他的一个伟大的公群 那么作为习近平来说 现在好像别的领土呢 他也没什么作为了 因为在江泽民时代呀 跟这个俄罗斯呢 也重新勘定了边界 把以前有争议的地方呢 也都确定为俄罗斯的领土了 在那一块 你想让他对俄罗斯去讨一点领土回来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那么他看看可以动的呢 香港澳门呢 那已经在江泽民手里头呢 已经都回归了 那现在可以动的就是台湾了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啊 他从小接触了毛泽东这个 一定要解放台湾的这种思想啊 在他的心里头啊 他就有这个想法 他也愿意让去做 而且他认为呢 统一的台湾呢 就是他的一个武功 所以这样结合起来呢 他的文治武功呀 就非常完美了 他就是一代伟大的君王了 对不对 我想他肯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他的皇帝嘛 从现在来看 已经实现了嘛 他现在是全世界呀 权力最大的人 那在中国国内 更可以说是一言九叠 可是他的这个文治武功呀 就是全面奔小康呢 在口头上实现了 当然那个东西好说 反正是针对自己的韭菜嘛 我说你脱贫了 你就脱贫了 这个东西没有衡量的标准嘛 但是武功这一块 这是台湾实实在在的摆到着的 而且对台湾动物呢 这个代价啊 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他上台十几年了啊 口号喊的这么大 为什么迟迟不动手呢 他也是知道啊 这个难度很大 而且这里说呢 有美国日本是一定会参与的 那么针对台湾这个问题上呢 他实际是犹豫不决的 他一定想去搞 但是他又不敢搞 就是怕一下搞不定 把自己呢 又陷入这个泥潭 特别像俄罗斯去侵略乌克兰以后 他看到了普京的后果 不打还好 一打 万一陷入战争的泥潭 怎么办呢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对冯德莱恩呢 讲出这番话啊 一点都不奇怪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啊 这个习近平讲出这番话啊 一定不是他主动讲的 因为这个啊 也是他的一个短板 就是牛逼吹得那么响 然后是又挽胳膊又回拳头 结果半天呢 不敢动 实际他也觉得挺丢人的 就是话说的太狠 实际不敢动手 就是作为一个流氓 也让别人看不起嘛 那么他讲这番话 一定是冯德莱恩啊 针对此问题呢 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他呢 不回答不行 在这种状态下 他讲出了这番话 那么我们现在在想 冯德莱恩提这个问题呢 是有可能的 因为现在台湾啊 在这个芯片这一块 可以说是全球的制造中心 在高端芯片这一块 掌握了全球90%以上的工艺 那么冯德莱恩 作为这个欧盟的主席 他也要考虑到欧盟的安全呀 欧盟这些国家 要造什么东西 他也得到台湾去买芯片呀 如果台湾有事 是不是就意味着 欧盟在这个高科技生产方面 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他带着这种问题啊 来向习近平提出台湾问题啊 这个是很有可能性的 所以啊 我们看新闻的时候呢 也不要老看他们那个 开门会议 讲的那些冠面堂皇的东西 我们也要想一想啊 在他们关系们 搞这个闭门会议的时候 那那个问题呢 提的会很尖锐 所以在这个时候 冯德莱恩呢 就是直言不讳的问习近平了 你是不是会像台湾动物 你为什么要像台湾动物呢 对不对 有可能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呀 那么这个时候 习近平怎么回答呢 对不对 他就回答了一个 是美国试图诱骗中共 入侵台湾 但是啊 我不会上课 讲的这样一番话 这个话实际讲的也很莫名其妙呀 一般的人也会想不通呀 他为什么突然拉着到美国呢 你这个武统台湾 是你中共叫了这么七十多年了 而且你也做了各方面的战备动员 而且成天对这个台湾进行文攻武吓 你咋能说这一切是美国唆使你的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按照正常人的逻辑啊 是讲不通的 但是我们要看到啊 习近平呢 虽然是个红二蛋 但是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家遭到了迫害 他不到16岁呢 就到陕北农村去插队去了 他首先 他的文化程度呢 也比较低 而且在那个极度贫困的农村时代呢 这是他人格成长的时代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啊 具有中国农民的那种狡诈性 那么我说了中国农民的狡诈性啊 大家不要碰我说是贬低农民啊 因为我自己呢 也是在农村出生的 我对农民呢 也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农民里头呢 有很多很忠厚的人 但是也有很多滑头的人 这个啊 很多大作家 大文人啊 都称之为农民式的狡诈 你说他们这种狡诈有多坏 这个也未必 但是他们这种怪异的做法呢 往往让正常的人啊 防不胜防 你看现在好多故事就是讲呀 城里头的人到农村去啊 以为把农村人的便宜占了 实际是你看农村人啊 把你城里头人骗了 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农村的大妈一大早坐班车呢 到城里头 然后到超市里头呢 把这个鸡蛋一买 然后呢 又返回了农村 在这个路边啊 把这个鸡蛋呢 装到一个柳条篮子里头 在路边卖 说这是他的土鸡蛋 那么与之相对应的情景是啊 城里头的大妈呀 早上坐班车到郊区去玩 晚上回来的时候呢 在这个村口的路边呀 就看到这个农村大妈卖这个土鸡蛋 然后高高清清的呢 把这个土鸡蛋呢 买了拿回家 你想想这个故事是不是很讽刺 这就是一种农民式的狡诈呀 让你还不好预防 我觉得习近平讲这个话啊 也跟他崇拜的人 就是我们说的啊 他的精神父亲毛泽东有关系 毛泽东经常讲话呢 也是非常不要脸的 他可以说是把全世界骗了 把他身边的人啊 也都骗了 最后文革的时候呢 把他身边的人啊 也都全打倒了 实际这一点啊 习近平学的还是挺像的 我们看一下毛泽东的一个经典的事情啊 毛泽东呢 1945年7月4日 就是庆祝美国独立日的谈话会上 毛泽东就表示 我们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 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我们必须依靠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 他就明确的讲到啊 我们要把中国呢 建成一个美式的民主制度 你想这个他是对美国大老板讲的话呀 当时真是骗信了全国人民 由此你看啊 全国多少知识分子呀 都不远万里的呢 跑到了延安去参加了革命 你想一想 这个毛泽东的这个骗数呀 还是很高的嘛 当时救国救民呢 有两个中心 一个是重庆 当时是国民政府的陪都 那么很多有志青年呢 为了抗日救国 就跑到重庆去了 但是一看国民政府那么腐败 对不对 很多人呢 就失望了 一往哪跑呢 往延安去跑 因为共产党在那 毛主席讲了这些话 你看看 多么有吸引力 我们将来的民主呀 要建立成一个美式的民主 你想 骗了多少人呀 那么习近平呢 也是这样的 他上台以后就说呀 要这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等等等啊 也是给大家呢 勾勒了一个蓝图 而且你看他每次在国际会议上 也都是高喊要和平了 要对外改革开放了 对不对 实际对内呢 你看他对这些企业呢 也是喊打喊杀 在具体的国际事务中呢 他又是支持这个俄罗斯 所以啊 他完全是一个两面派 让我说就是那种没有大的智慧 是具有那种中国式农民的脚诈 他跟老毛是一样的 老毛就是一个地地道的农民 他真正的是具有那个农民式的脚诈 他能骗住所有的人 那么习近平的这个回答呢 我个人判断啊 完全具有那种农民式的脚诈 你在农村如果生活过啊 如果有一个人做了对你不太有利的事情 比方说你们以前关系比较好 他一下背叛了你 辜负了你 那么你去质问他的时候 你为什么这样做 对不对 我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背后给我捅他 你把他问及了 他会说什么呢 这个事情不是我想干的 是随随随随上我干的 这种情况在中国农村生活过的人啊 一定是经历过的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讲这话啊 他不是有什么高烧的智慧 他就是逼急了啊 拿出了那种农民式的脚诈 说这个事情啊 不是我想去武统台湾 是美国逼我这样去做的 你想想 美国咋可能去诱骗你去武统台湾吗 这个非常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吗 美国的历届政府都是说 两岸维持现状 是对美国最有利的吗 他怎么会诱使你去打台湾呢 对不对 所以习近平讲这话让我分析啊 就是那个山里头的农民啊 被问及了 集中甚至啊 给自己的一种辩解 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因为这个话啊 讲的毫无根据 另外我们再顺着习近平这个话来分析一下啊 那么美国会不会又是中共对台湾动武呢 我认为啊 在一定的时候肯定会的 现在这个时机不成熟 那么假如说俄乌战争完了 俄罗斯的事情也处理完了 回头专心对付中共的时候 那他只有可能啊 又是中共掀开第一枪 我认为这个是有可能性的 因为在西方的政治中呀 有一话大家要记住啊 结束一场战争啊 比发动一场战争还要难 现在他们主要是为了解决俄罗斯的问题 那么等他专心对付中共的时候 他有可能就用这种办法 挑逗你中共掀开第一枪 然后借势呢 来把中共的问题呢 解决掉 我觉得这个啊 在将来是有可能性的 但是在现在以及前几年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好吧 有关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呢 我也是在这跟大家呀 闲聊一下 以供大家呢 茶余饭后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 如果你喜欢江泰公的聊天频道呢 请订阅 点赞 分享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